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澳門又爆發疫情 有兩個保安領了 在關閘今天出關的人都見到少了些 有些人去到現場才知道核酸過了期 走回頭很無奈 珠海疫情防控指揮部在今天凌晨立即公佈 在今早6時起至明早6時 經珠澳口岸入境珠海需要24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而明早6時至下星期三凌晨零時 除了三類人士外其他人員入境後 都需要集中隔離14天 至於現有出境的防疫措施不變 現在去珠海也要隔離 可以見到另一邊入境澳門的人都不少 不過應該看樣子像本地人和外勞 旅客又似乎失蹤 在上午12時左右 在關閘口岸旁邊的工人球場核酸檢測站 就大排長龍 現場據了解分開已預約和非預約的通道 已經預約的人士 排隊的人龍圍繞戶外的球場 看樣子大多數都是外勞 以及之前來澳門玩的遊客 現在要回去做核酸 有遊客說明擔心回到內地後 可能需要集中隔離 澳門政府在昨晚深夜公佈兩宗確診病例 並且宣布即時進入預防狀態 起初核酸收緊至48小時 但關口已經見到大批外勞衝關想回家 而核酸過了期的 大批人在旁邊的工人球場核酸檢測站 大排長龍做核酸 有人見到未必排隊 回不到拱北 索性在關口對出的廣場坐 或睡一晚 真可憐 看來今次疫情參照上次 起碼要等9月28日澳門全民核酸檢測結果出來 證實沒有擴散後 兩個星期 通關和社會的運作才能恢復正常 即是這樣說 今年的十一黃金周 有生意的希望又再次還滅 即是計劃跟不上變化 而賭場和旅遊區的中小企 相信打擊最大 基本上十一沒有了 基本上今年也是這樣 唯有希望在明天 寄望下年 好了 這一集先看到這裏 記得訂閱、按LIKE和分享我們的Channel 下次見 拜拜